奧默克大愛村的三節合一活動 從孩子們的手語表演揭開序幕 今年是奧默克第四年 慶祝三節合一 本土志工承擔了 所有活動的規劃 包括今年的重頭戲 水綻的夢力六道演繹 劇本 道具製作 都有大愛村民負責 夢力六道是水綻經文中 忏悔果報仗的其中一個篇章 劇情描述一位愛吃生靈的 園外夫人 因為殺略無數眾生生命 夜裡幽夢 靈魂出鞘 附身在家被吃食的動物身上 歷經被宰割 剁成漿 生不如死 求生無門的禁地 靈命忠實 抵不過夜裡的牽引 到了地獄去守暴 故事情節 淺顯易懂 就是鼓勵大家不殺生 要入宿 它變成所有人 建造我們所謂的愛的城市 這不只是人們在這裡活動 但甚至那些人不受影響 甚至那些人在大房子 現在是愛的城市 真的就同我們 最正的援助 這個地方寄出 就是當真實的助營 祝勢感 幸福的歡福 所以我們身份 以及祝勢講 我們真感恩 祝勢 spread 各當祝勢 特意 所以我們全国的 營運 精硬 章旻 尚超 我希望我能看到我的表演 我能看到我的表演 入夜之後 玉佛典禮登場 華人志工帶著本土志工 禮佛祖揭花香 志工們手捧燈竹 一展就是一個希望 在所有燈竹點亮的這一刻 也讓奧默克的愛村 能照進更多希望之光 帶來新聞 珍珊美志工 蘇芳佩 張藝川 菲律賓報導